材料清单,面皮,成粉稀10克,土豆淀粉20克,开水100克,猪油2.5克,馅料,拍虾150克,肥猪肉15克,前玉米40克,黑木耳适量,适量,胡萝卜适量,绿豆粉适量,胡椒粉少量,香油少量,盐少量,成粉和土豆淀粉混合均匀,倒入开水一定要烧开水, 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,成雪花状,在面粉糊稍亮以后,用手揉成面团,放入猪油再次揉匀,盖上湿布洗15分钟,将黑木耳,绿豆粉丝提前浸泡好备用,将海虾去投克和小鲜,剁成小粒,与切碎的肥料混合脚匀,黑木耳,绿豆粉丝切成小粒,胡萝卜切成小粒,把猪肥肉,香仁,甜玉米粒, 黑木耳,胡萝卜,绿豆粉丝和盐,胡椒粉,鸡精,香油搅拌均匀成馅,醒发好的面团再次揉匀,搓成长条,分成粉分剂子8-16个,按变后用擀面杖轻轻在擀称中间后,边缘薄的饺子皮,面皮中放入调好鲜料,包成水晶角生坯,水晶角生坯放在抹上一点点油的蒸笼上, 入锅大火烧开,转中火蒸6分钟即可,成品发到16个分成金子,大小关系,小贴士一用开水拌成雪花状和成面团,制作水晶角一般都有助肥肉,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发挥。